在中秋佳节的前夕 一家购有限公司 捐赠了150份的新鲜肉品 由县议员吴建智 转赠给吉安乡公所的捐赠平台 乡长尤淑珍特别感谢 吴建智县议员把企业的爱心 给乡内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 也让弱势的家庭 在中秋佳节的时候 能够有新鲜的肉品来食用 先延吴建智三间吉安乡生囊公主委 长期不断的进行光辉的活动 而这次一家购有限公司 并且找上他来捐赠150份新鲜肉品 给卢士家庭 由于先延吴建智是吉安乡的乡亲 所以把这份安心转赠给吉安乡公所捐赠平台 透过朋友的介绍 转接过来这个一家购公司的古董事长 那特别关心我们这个针对这个吉安乡的部分 还有几个有五个单位的弱势团体 那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夕 特别他们是制作这个生鲜的肉品公司 那特别给这个我们这个弱势的 希望说我们能够照顾这个地方 这个弱势的团体 还有一些低收入户的部分 那希望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夕 能够给他们有这个过这个中秋节的感觉 那也特别准备了相当多的这些 这个烤肉 这个肉品 那希望他们能够过一个这个愉快的中秋节 吉安厢长的余思真 相当感谢先延吴建智 把关回转赠给乡内的总体出入户 社会有温暖缤纷吉安 再次谢谢我们宜家构古董事长 也谢谢我们吴建智议员 帮我们牵起这样的桥梁 让我们在中秋节年假的前夕 可以准备150份的这样的一个烤肉的肉品 还有最好最新鲜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肉品 来祝福我们所有单亲家庭 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里自己烤肉 自己来做烹饪 我相信中秋佳节人缘乐团缘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 我们的这个单亲的宝贝们 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温暖 相信带来的是烤肉香 是温暖的月云 跟我们的中秋节的这样的幸福 跟气氛跟氛围 再一次谢谢社会有爱 贡献吉安 现任务坚持表示 21号是中秋佳节了 也是家团聚的好日子 这是感谢已加工公司的爱心 18号这一天 尔汉将向有树镇 一起把企业满满的爱心 给乡内的中低收入户 同时也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记得久不见 简想不到